我有加過247、248、255、252、254、258、182、99、240、241、179、251 我的名字叫許越南 我今天是70歲 我加了50年的巴士 我已經學了40多條路線 將一到多少路線我都有 我的小時候我希望每次在外面看大型的巴士羅里 就有一點興趣 我就加入這個行業 以前我們學的路線比較難 我們要自己拿出來寫路名什麼 要記得 自家比較容易 我們的巴士上有GPS很準的 以前我們的機器比較要強 沒有出錯路 以前的巴士沒有冷氣 還要用手來打那個GPS 到現在的比較舒服 車比較新款 以前我們要找這個 在巴士班 要找那個巴士 比較辛苦 要用Torstlight來 一兩一兩巴士去找那個車牌 現在就比較輕鬆 我們用那個Handphone的App 跟我們的那個巴士locator 那個巴士巴士在哪 就出來了 為什麼我喜歡加巴士 就是加巴士的時間比較快 過 每天有不同的巴克 跟熟悉的人 這個乘客 他們有時候下班的時候 也是坐到這個巴士 之後他們下車的時候 他們就放那個水果 還是什麼蛋糕 放我 放在車上 就下車 以前我會做我們的 部內的路線 就有經過我的家裡 那個巴士堂 所以我的老婆 有時候帶我的孫子上來 做我的巴士 我載他們 我就覺得很高興 這家公老了 去年我有動一個叔叔 我覺得我的身體比較弱 然後我的家裡的人 有叫我早退休 因為我今年就不要簽這個合約 我退休的時候 我會自然的每天4點4點半起床 我不用鬧鐘 以前工作忙 沒有這個時間 陪著我的老婆 所以我退休了後 我就盡量陪他出去巴士 大了哈秀福康 新加坡的變化很多 很多地方 也跟以前不一樣了 突然間 有一個highway出來 突然間有一個大樓出來 現在的新加坡 都比較微雜美 發達 變化很大 嗯 即使到新加坡